發現百福公園有新設置的 Gogoro電動機車換電站 過來換電池的電動機車騎士 都覺得很方便 也很感謝在現場關心換電站 完成後使用情況的前議長蔡旺蓮 以前都在哪邊換啊 以前都在七堵啊 都在七堵 那你自己是住在百福社區嗎 我住在那個六堵公園區 所以以前都要大撈邊跑到七堵就對了 那現在有這一個站 百福這邊就方便多了 對啊 最近就在細紙 不然就在七堵 對 是方便比較多一點 那你自己你是住哪裡這樣 住這邊啊 住這邊是不是 所以以前換都很麻煩 對 所以現在如果百福這邊 已經新設這個站就方便多了 對 以往在七堵區百福社區 以及篤南地區一帶 都沒有Gogoro電動機車換電站 電動機車族只能就近到七堵區中心 或是到新北市細紙區換電池 非常不方便 在基隆市議會前議長 蔡旺聯爭取下 和基隆市政府公園科以及 Gogoro公司合作 最近已經在百福公園入口處附近 新設置完成一座 Gogoro電動機車換電站 以及一大塊用地 未來將看用量在持續增設 會繼續增加 繼續會增加 把這個 充電的這個電池數 會繼續增加 那現在不只是Gogoro而已 現在還有光陽機車 也是一個品牌 我們把這邊的這個 方位 我們都有把它控的出來 我們繼續 現在已經跟光陽公司 已經在聯繫 也跟市政府在聯繫當中 希望說 一併 有Gogoro 也有光陽機車的這個 電池換電站 這是我 當初 為何要在這邊 給予趕快設立站體的 這個最主要的理由 對於當場 受到電動機車歧視的感謝 蔡旺年客氣的表示不敢當 如何讓民眾更方便 就是她身為民意代表 該做的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